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前面两个单元已经介绍了说 如何发现DNA是遗传物质的代表分子 同时也介绍了说DNA 它在媒介遗传讯息的时候的分子作用的机制 在这个单元我要跟大家介绍 那基因是怎么样控制表征 我们的DNA是带有遗传讯息 这个遗传讯息的形式 其实就是以用核冠酸的序列来存在 更重要的是说不只是核冠酸序列的而已 而是说特定的核冠酸序列 因为特定的核冠酸序列除了组成不一外 它的排列会影响最后表达的特征 那我们生物体遗传的DNA 要来呈现产生这些表征 主要是透过蛋白质的合成 当然我们现在也发现了说 有很多DNA的讯息的传递 并不需要透过蛋白质 但是透过蛋白质仍然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是一个很好介绍我们基因怎么样控制表征的方法 蛋白质跟DNA的表现 但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现一件事了 虽然说DNA带有资讯会影响 并决定最后形成的蛋白质的种类 但是DNA并不会直接引导蛋白质的合成 它中间需要一个RNA RNA是基因跟表征之间的连结 所以基因表达的方式就是两个 它最后的结果就是DNA会引导蛋白质合成 它的阶段有转入跟转移 转入是在DNA的指导下合成一个传讯RNA 这个传讯RNA的序列是由DNA来决定的 而转移就是说 在传讯RNA的引导下会形成一个多态生链 也就是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的序列也就是由传讯RNA来决定 那核糖体就是这个转移的机构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图 会看到我们的资讯其实都在DNA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DNA的模板 在这个转入的过程中是由RNA转入酶 是一个RNA的聚合酶 那这两条DNA会提供RNA转入中的一个模板 你会看到通常我们都是把五端到三端来读这个DNA的资讯 这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端是反方向的 所以是三端到五端 上面这一股就是模板股 这个模板股提供资讯借由简积配对的原则 所以你A会配合T,C会产生GA 但是在RNA的层次没有T只有U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时候转移出来的讯号是UGG,UUUCC,GGC,UCA 这时候传讯RNA的讯号会被读取来制造 读取的就是核糖体 核糖体会沿着传讯RNA的 从五端到三端的方向来读取 这时候它会读取密码 同时来加入氨基酸 我们有20种氨基酸 根据传讯RNA上面的密码 核糖体会加上特定的氨基酸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你有讯号、讯息 那你要组成特定的蛋白质 这个氨基酸组成的指令是怎么样的编码 在DNA的序列里面呢? 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了 我们的细胞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 但是DNA只有4个核干酸碱基 所以一个碱基代表一个氨基酸 是不可能的事,做不到 那到底要多少个碱基对应一个氨基酸呢? 我们知道如果说是两个碱基对应一个氨基酸 因为有4个碱基 排列组合的可能只有16个也不够 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那是不是三个呢? 三个是最基本的单位 因为它可以编码所有的氨基酸 而且每一个密码的长度都是最小的 而且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也发现了说 的确我们现在的基因讯息 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 是基于一个碱基的三连体 这个三连体是一系列的 不重叠的 还有三个连续的碱基组成的字 又叫做密码子 这些密码子会组成一系列的序列 这个序列就是我们基因的那个讯息 比如说在DNA上面特定的位置 如果说它的序列是AGT 这时候它就会引导生成 RNA是AGU 这时候在核当体就会把氨氨酸 这个氨基酸放在 多生态链上面的一个对应的位置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说 每一个密码子都是一个碱基三连体 这有六十字种可能它代表 到底哪一个序列是代表哪一个氨基酸呢 这就是一个破解密码子很重要的一件事 为了做这个实验 在早期的时候 Nillenberg跟Leader 在1960年做了一个很古典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面 他们是这样做的 他们首先是人工合成一序列的RNA 这系列RNA 其实他们所有的碱基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第一个做的 就是全部都是U UUUU 那这时候呢 他们再去用碳子氏同位素 来标定的氨基酸来做实验 来看说什么样的氨基酸会接上去 这时候有20种不同氨基酸 可是你的序列就是都是同一种 UUU 结果他们发现一件事了 就只有本饼氨酸,这个氨基酸会结合上去 这时候他们换了另外一种 就是它的序列都是A 所以你就会要 AAAA 这时候它的碱基三联码当然读起来就是A 这时候发现说你的本饼氨酸并不会上去 反而是饼氨酸会结合上去 他们又继续做实验 他们做了另外一种RNA 这时候的RNA是全部都是C 同样再来把20种氨基酸都死了 这时候发现说是符氨酸会结合上去 所以他们就从这里就判断说 那 UUU 这个密码纸应该就是告诉你说 这是本饼氨酸 AAA是来决定说是黎氨酸 而CCC就是符氨酸 在这种基本的结构产生以后 他们就做了更多的结构 就是每一次混合两个 所以譬如说就会有 UAUA这样的混合 从这里排列组合 他们再去试着说 哪一种氨基酸会被放上去 就发现了一件事 在60年代的中期 所有64个可能的密码纸都被破译了 这64个密码纸里面 有61个是氨基酸的编码 有三个密码纸是中子讯号 就叫做中子密码纸 当核糖体读到中子密码纸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转移这个动作 那你就会形成一个完成的蛋白质 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我们有64种密码纸里面 有三个是中子 剩下的61种是氨基酸编码 而且很重要一个现象 每一个密码都有被用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 融罪性 又有人简称说是减并性 就是说 遗传密码纸的讯号是过剩的 一个氨基酸可以有不止一个密码纸 同时呢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不暧昧性 意思就是说 虽然一个氨基酸可以有不止一种密码纸 但是呢 没有一个密码纸会指定多于一种氨基酸 譬如说 你的AUG就会是甲硫氨酸 你的UUU就会是本柄氨酸 它不会说来指定其他的氨基酸 但是呢 本柄氨酸不止由UUU来决定 还有UUUC这个密码纸来决定 所以这是在我们就是说密码纸的破解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同时呢 又回过来一件事 我们的密码的讯号是在DNA上面 经由转入的这个过程 形成了传讯RNA 传讯RNA再由核糖体来解读 就是转移的这个动作来形成一个多态生链 在这里呢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譬如说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UGG 它就会告诉核糖体说 它会要加上去一个氨氨酸 如果是UUU 就会加上一个本柄氨酸 GGC 会加上一个甘氨酸 UCA会加上氨氨酸 一直到碰到一个中指密码纸 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 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就是连续信 一个是不重复 连续信是说 你每次读三个 下一个又是三个 三个三个一直读 中间并不会跳号 也就是说 一二三读完就会读四五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叫做读框 每次读三个,但是要连续下去 第二个,它的不重复性 也就是说,每次读三个 一二三读完读四五六 然后再读七八九 它不会中间有重叠 也就是说它不会读一二三 这三个简迹以后就读三四五 它是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一直读下去 这是在核糖体来转译 传讯耳内上面的讯号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刚才讲完了说 我们的讯息的读取 是三连码的读取 而且是连续的 而且不重复 接下来还有一个现象 是非常的重要 科学家们研究了 许多不同的物种 就发现了说 我们这些遗传的密码 密码纸几乎都是通用的 从最简单的 氏菌体 细菌 还有昆虫 譬如说果蝇 还有哺乳类 它们都是共用的 当我们一个菌 它可以从一个物种 移植到另外一个物种 还能够被转入转移 譬如说在左边 你会看到两个图 这两个图里面的左边 是一个神经细胞 它是小鼠的神经细胞 它这时候有发出一个 绿色的荧光 这是一个绿色的荧光蛋白被表达 当初这个绿色荧光蛋白 其实不是在小鼠里面的 它是在水母这个生物里面 当科学家把水母的绿色荧光蛋白的DNA找出来 把它放到小鼠的神经细胞的时候 发现说它也会被表达 而且发出绿色的荧光 这时候再看右边的猪 你会发现它的猪鼻子上 也有绿的荧光色一样的 这是把同样的绿色荧光蛋白 放到猪脂的DNA里面 发现说它的确也会被转入转移表达出来 并成为一个荧光的现象 成为一个表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遗传密码纸是同用的 这个现象在我们的运用上又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生物科技最近发达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的DNA 可以把一个蛋白质从一个物种 送到另外一个物种上去表达 譬如说当我们要制造疫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病毒的蛋白 放到大肠肝菌去表达 然后再用这个蛋白来送到兔子 或是人类来制造疫苗 所以这是我们在密码纸的发现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介绍了说我们DNA有序列 它是怎么样能够来控制表征 是因为大多数的时候DNA的序列 会引导制造一个蛋白质 这个过程需要RNA来帮助 所以整个过程有转入跟转移 转入的过程中 RNA序列的传递中实度 是跟DNA的复制一样的 是由碱基特定的配对 以形成RNA的序列 那在转移的过程中 核糖体会读取这个序号 然后藉由TRNA来配对 同时加上一个氨基酸 我们有20种氨基酸 但是只有4个氨基 所以现在发现说 我们的密码籍 这个讯号的传递 其实就是靠氨基三连体 三连体里面有64种不同组合 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而且都是通用的 在所有的物种里面都能共用 这是分子控制表征的过程中 发现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